面容較好身材濃鮮合度 中醫師不只常拍影片分享 还是节目常客 现在竟然被前同事拿出证据 拆掉假面具 前同事指控中医师情绪不稳定 勒住他的脖子提告伤害 中医师被解雇在脸书发文批评诊所 挨告妨害名誉 还有他的病患也出面证实 被中医师网路霸凌也提告 接连被告的女中医师在脸书 回应指控和事实不符 强调一切近代司法机关侦查终结 到时候才会对外说明